通常来说,笔记本键盘一共有四个工厂,四个比较大的代工厂 我们手上这一款就是微星使用的一款键盘 当然也有像蓝天的键盘也是,W6700,W370 它的编号是13H8 当然了,这个编号是根据每个键盘的语言版本的不同 它后面的编号数字就不一样 比如说MP13H83,比如说USJ430,那这就表示英文的键盘 像现在这个上面显示的13H86D0J430,这是德文的键盘 当然我们手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意大利文等等这些键盘,那这些语言版本 但是呢,无论它是哪一个版本,在我们任何一台笔记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上一条视频里面也说过,像这个很明显的带有群光的那个编号 像MP-1,数字开头,中间一个英文字母,再加上后面是数字的 通常都是群光工厂的生产的,就是这个工厂 那我们看看这个键盘怎么样购买,以及修复它的按键 这键盘两个盲键FG 它的典型的自家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样子好像太白了 也是一样的结构,我们直接拆散它,把它取下来 拆散了以后,我们会看见这是两个这样子的 这样的自家结构 这就是典型的像群光,可能是有专利的自家结构吧 这样的一个自家就拼装好了 用力一拉一转,因为塑料都有延展性 一拉一转,只要保证这几个卡口不要断裂就可以 安装也是非常的方便 装上卡扣,扣好 按上键帽,这个按键就安装完成了 像这个按键也是 这款键盘是背光的,也就是说它 它在 键盘开机的过程当中,它会发出亮光 我们可以找一个 闪光灯,来试试看 看见没有,这是一个背光键盘,可以发光的 这个按键怎么安装怎么拆卸 同样的,它也是一个大的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拉开 拉开了以后就变成这样 两个 就是跟刚刚自家结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呢,它的支架大了一些 大的就是为了支撑这种大的按键 用单个的支架再加上平衡感 也能使这个按键能够正常工作 好 这上面有一个小的凸起 对着这个凸起有一个洞 可以把它放进去 然后这边的凸起怎么办呢 用力一拉一扣搞定 刚才这个支架装错了 需要这样子 一拉一扣搞定 然后将它装上 记住把它卡好 这个按键安装完成 上面的这些F10到F12的按键 同样的也是基于相同的结构 拆分它的支架 拼装 安装完成 如果你们在订购的时候 像这种支架我们通常都会多发一个 让你们 防止你们安装的时候 过程当中损坏 OK 这就是小键帽的安装 这个安装是不是很简单 好,记住了 这是一个群光键盘共同的 我们通常是用在蓝天的键盘上 因为空格键这些基本上都设计不到可能 脱落或者什么的 所以大部分我们都只是拆一些常用的一些按键 或者是经常坏的一些按键 这些键盘都是可以很简单的拆卸的